那大貓熊團團的第二次腦部MRI磁症造影的結果已經出爐了 原方表示發現團團這一次腦部的就是病造有擴大的趨勢 以及病程的進展有變快 不排除是惡性腫瘤 但目前還沒有辦法確定 是因為考量到團團這次接受麻醉治療以後 蘇醒時間有延長的這樣子的一個狀況發生 因此後續不會再對團團進行任何的麻醉或是侵入性的治療 會用舒緩的方式來確保團團的健康 我們來聽一段原方稍早的訪問 跟所謂的人類的安寧治療是很像的 它就是針對它目前的有沒有受到什麼樣的疼痛 或者是什麼樣的哪裡不舒服 我們針對可以解症狀的部分去處理 我們看到的那個病造整個擴大 然後在臨床上你可以看到的就是團團的整個後肢 比較明顯的一個無力 那目前它其實除了這個後肢比較無力之外 其實它對一些影像的反應也會比較慢 所以顯示可能病造的地方已經往比較 就是核心比較重要的一些神經元的地方的一個影響 所以才會有一些相關的一個症狀 就是臨床上的症狀出現 那至於剛剛大家講說未來動物園會做什麼樣 就是收益團隊會做什麼樣的處置 目前我們的處置方法是針對它的就是臨床症狀的部分 或者是它的一些日常採食比較不足的部分 做一些舒緩的一些治療 另外動物園也在出口處這邊設置了團團 我想對你說這個專區 讓民眾可以在這邊留下一些對團團加油打氣的話 讓我們一起來祝福團團能夠早日康復 就要企業了